众所周知 以徐凤年相连 一环套一环 而雪中汗刀行 张若云也是再次挑起难题IP大旗 他既能演出乞丐徐小子的穷困潦倒 又能演出北梁世子的王者气质 近日 胡军在采访时 他坦言 雪中汗刀行 以人的血肉替代人设的取巧 以细腻的刻画 取代堆叠冲突的情绪投尾 而张若云扮演的徐凤年 总是能够在漫步精心间促成大势 并且胸中有韬略 这次他也是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没有标签的自己 接下来的张若云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哈哈哈 随后 胡军表示 上次比人在机场偶遇张若云 也是顺口喊了他一声徐凤年 而张若云的反应超搞笑 说什么本世子这是出去游历 今年这是第三次了 还问我这么能算 这次有没有算到他会在机场 这是乱弹琴 这又不是下棋 下棋走一步 估计还能看十步 哈哈哈 当然 胡军和张若云演父子 两个人在剧中 也是碰撞出不少的火花 可以说徐凤年和徐霄的关系 比教条的父子情多了不少的温情 令人感动 小伙伴 对此你怎么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